字幕志愿者 李博 好 有請專家幫我們擋住 我們趕快來歡迎是我們 新竹國菜醫院眼科部的 陳山竹瑞 歡迎竹瑞 在3C過度使用的時代裡面 保護眼睛越來越重要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護眼事件課 要注意收看喔 好 太重要了 事件課 好 今天歡迎是我們營養師 趙玉米老師 大家好 紫色食物好處多 保護眼睛一髮照 這有紫色紅色還有綠色 到底哪一個是最好的 等一下養師告訴我們喔 好 謝謝我們老師請回座 好 接著歡迎是我們健康管理中心 業者也是我們資深媒體人 吳瑞穎 哈囉 大家好 我想這個耳聰目明 然後這個才能夠健健康康 想到健康一定要收看 健康友方 謝謝 好 指掌導演趕快掛褲子 接著他的眼睛雖然 可是他背後常有很多的玄機跟梅槓 歡迎我們採音精采的主播 士芬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士芬 我從小眼睛閃得大一點 因為我每天都給他喝水 但是喝的都是眼藥水 好 那這樣好嗎 等一下請專家來關心我們 好 謝謝士芬 好 那麼歡迎今天我們 參與的四位專家 那趕快來請主任 跟大家關心一下 這個新聞看了之後 真的讓很多的爸爸媽媽 非常的擔心 那也就是我們用這個3C的產品 那麼據說世界衛生組織 WHO就說 預估2020年將有7600萬 失明的人口 那當然科技帶來便利 是不是也帶來 無形當中的傷害 可是今天要特別關心是 平板當保母 還有靠3C來育兒 結果三歲小朋友 瞇眼睛 爸爸媽媽在在檢查 哇 竟然近視150度耶 怎麼會這麼可怕 對 這兩三年我覺得這個問題 越來越嚴重 尤其是有開始搭用3C以後 對 因為我們知道說3C其實 它的這個距離很近 那我們以前說老花是33公分 對 就是說看報紙 那現在看平板的時候 其實都差不多20公分 那你到用這個手機的 大概15公分有了 你距離越近 手機的越來越低 對 對 對 然後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就是大家3C給小孩子 看3C的時候 小孩子都很乖 都沒有聲音 都不會吵鬧 所以這個媽媽就想說 這個 這個 買一台3C 比這個找個費用 或保母便宜 對 便宜多了 對 丟給她一個平板 丟給她一個手機就好了 那小孩子我們注意到就是說 小孩子她的手臂的力量不夠 她脖子的力量也不夠 手臂的這個 所以她的肌肉 這樣還沒有完全發育完成 她這個 對 所以說她看的距離 我們看到有的時候 3歲小孩子 有的時候是看5公分 她用5公分這樣在看 她看得到 小孩子看得到 可是小孩子看得到的時候 其實她的這個肌肉 她就會過度使用 主任 光是這樣我們一般人拿 都覺得有一些重量 何況是小朋友那麼小 除了傷害 視力 對她肌肉的一個發展 也會有一些影響 也是 那個脖子 這個東西 所以小孩子 你可以看到說 她很多時候就是放在床上 然後這兩隻手靠著 然後就這樣子看 然後就開始滑 然後就都沒有 不講話 沒聲音 因為我自己的小女兒 現在今年4歲 那我們 為什麼要拿平板給她看 並不是為了讓她安靜 主要是因為她有 因為過去我們都買很多的光碟 買很多的錄影袋 因為我大女兒21歲 小女兒4歲 差了這麼多年 以前是看錄影袋 看VHS有沒有 那現在是 現在完全連光碟都不用看 直接上網就有了 所以很方便 但是相對來講 因為我女兒本來就是 先天性的弱勢 那她本來就是 閃光弱勢加起來應該有600度 所以她已經戴眼睛 她已經戴矯正了 所以剛剛講的對 但是我們並不是說 要讓她安靜而看 只是說現在太多的訊息來源 都是透過手機 或者是透過我們講的 這個平板的電腦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時代的一個危機 我覺得電腦 電腦是 基本上電腦螢幕大 它的光比較會散 然後距離也比較遠 但因為它這個螢幕大的話 字就大 你就會 基本上你的距離就不少 你的意思是說要買大一點的 對 然後限制時間 對 知識 限制時間 螢幕換大一點 對就是說 現在其實有業者在講說 你這個時間到了 它就斷電 自動斷電 那你 就好像你電話限制時間 到了就停了 對不對 我想請教醫師一個問題 很多人問我們 我們在做健康管理的時候 很多時候以前我們讀書 看書看故事書 比如說每50分鐘 要休息10分鐘 對 那現在看平板是 每多久要 30分鐘就要休息了 30分鐘半小時 對 然後小孩子最好是 不要一天超過一個鐘頭 可是我們常講 年輕就是本錢 今天我們特別整理出來 邀請教主任 年輕真的是本錢嗎 我們講現在很多疾病 都年輕化 那特別眼睛也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們剛剛看前一張slide 你不會覺得說 這個事情很嚴重 如果你看了這一張slide 你就會覺得真的很嚴重 這些都是實地上面 我們有做統計 那有實地的病例的 對 找出來已經是 已經是有五個病了 那以往的話 我們知道說老花都40歲以上 對 那現在喔 現在就是說我已經發現到 就是有15歲的 絕對不可能產生老花的 年齡的已經有了 所以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已經都有這個事情了 那你說黃斑部病變的 那也是啊 以前都是我們說老年性的 我現在也看到有高中生 有黃斑部病變 就是說他那個中間一下出血的 而且還不是一粒 好幾粒了 那像白內障 白內障我們知道說 我們現在也是啊 也是就是以前都是比較 屬於老年性的 但是現在已經20歲以下 已經看到說 我眼睛來的時候 一個眼睛霧霧的 一個眼睛比較亮 就一看哇 那個眼睛已經有白內障了 就是說年齡 越來越低了 這三個都降到20歲以下 另外青光眼也是 青光眼的話就是說 他的眼壓的問題 那現在已經有很多 年輕的族群了 他檢查的時候 沒有眼壓的問題 可是我們看他的神經 越來越壞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 因為三高的關係 其實是神經對壓力的抵抗力 越來越弱 我們以前說眼壓20以上 他神經會受不了 對 現在不是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 20歲的小孩子 然後那個 這個眼壓15 16 他的神經就開始 就是就是 就是對這個壓力 就是受不了 就是那種低壓性的 青光眼越來越多 低壓性 對 眼壓比較低的 但是他還是算青光眼 而且青光眼 大家注意一下 青光眼如果 嚴重會導致失明 會失明 會失明 很討厭 那另外乾眼症 乾眼症的話 現在已經名字叫做 流行性乾眼症 那我病人問我說 那乾眼症怎麼會流行 我傳給你 你傳給我 絕對不會流行 我說我知道不會流行 但是我故意用流行性乾眼症 就是說 整個台北市 每個人都乾眼症 對不對 就100個裡面 80個都乾眼症 那根本就是 所以我在看門診的時候 就說 這個病人來這邊 結果我看半天 我看不出什麼病的時候 我就給他去做個乾眼症檢查 我就說 就覺得他就是乾眼症 我就有乾眼症 而且我發現的時候是大學 眼症什麼時候就有啦 大學 就大概20 20歲出頭那時候 就覺得很乾很不舒服 然後隱形眼鏡拔下來 就硬掉 然後就去檢查 醫生就說 你有乾眼症 那時候才20歲 好 其實眼睛構造裡面最小的還要請主任告訴我們答案是什麼呢 大家看這個地方 這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叫做黃色的斑塊部位 對對 簡稱叫黃斑布 黃斑布 沒有畫那麼大喔 就那麼小喔 就這裡應該是橘色圈圈在這個地方 所以您看這個顏色就是有一點有一點暗黃色嘛 因為它裡面就是就是很多的葉黃素 對 然後它為什麼會有黃黃的呢 因為它就是用葉黃素的那個黃色來抵抗 您看這個地方有個瞳孔 大家看這種瞳孔 你光線就是從瞳孔這樣子射進來 對 瞳孔算是一個窗戶 窗戶後面有一個玻璃 這個玻璃的話就是我們的水晶體 然後呢它穿過這個玻璃以後呢 就一直透透透 就透到這邊來 就是黃斑布 嗯 那它的大小呢 大概就是我們一公分的二分之一 它的直徑 一公分的二分之一 而且眼睛啊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其實應該要考你們這個 哪個零件是不能換的 沒得換的 黃斑布 對 這真的沒辦法換嘛 其實比較能夠換 就包括了就角膜或水晶 就是我們講白內障嘛 就剛剛主任說 對 其他的 牠沒有辦法換喔 也許可以修補可膩 可是有的搞不好就不可膩了 所以你知道 雖然說我們好像都會輕忽眼睛 但你知道它有多重要 那今天主任還要告訴我們說 黃斑布 它的三大罪 黃斑和黃斑布病變 又不一樣喔 對 這個 因為現在病人越來越多 它這個黃斑布的病變 現在是老美他們 這個55歲以上 失明的第一名原因 那就是說這一塊 就是大家比較不了解 對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說 為什麼它那麼重要 就是黃斑布 就是我們剛剛圈起來這一塊 其實它就是在視網膜上面 這個就是視網膜 視網膜它佔它的面積 視網膜我們知道嘛 就是看東西的就是視網膜 那它的面積呢 黃斑布的面積只有視網膜的5% 5% 但是呢 它看到的 瞳孔進來的影像訊息呢 它就會傳傳傳傳傳 從視神經 AA傳傳傳傳 傳到我們的眼睛 看東西的地方 看東西的地方 剛好在腦部的最後面 腦部的最後面 這叫視覺中樞 那這個視覺中樞呢 一半的腦細胞 都在看這個5%的黃斑布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多重要了 你一半的腦細胞 看跟視覺有關係的腦細胞 一半是在看它 視覺腦細胞 對 就是它重要重要在哪裡 在這裡 那黃斑布呢 就我們剛剛已經有提到說 它是最袖真 它的直徑是一公分的一半 大概0.5 最小的 那這個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說 傳神 我們平常以前講說 萌娜麗莎的微笑有沒有 那個 她畫的那個圖像 眼鏡很傳神 眼鏡那個傳神 以前我們都以為是瞳孔 瞳孔很傳神 不是 因為瞳孔進去的光線呢 是受這個黃斑布的 這個掌控 所以說其實 你看一個人 一個女朋友 眼睛水汪汪很傳神 其實它不是瞳孔健康 它是黃斑布健康 所以我們講說炯炯有神 其實我們現在把觀念改過來 就是說 它是眼睛裡面的健康 它的健康應該就是這個的健康 所以就黃斑布很健康 黃斑布很健康 那我眉目傳情呢 所謂的傳情 那個情 對啊 其實也不是瞳孔 就是黃斑布 是喔 對 勾魂也是靠黃斑布在勾 對這個很重要 變眼也是 變眼也是 對 所以說我們講說 男女生交往的時候 有沒有 女生都跟男生講說 你說你愛我 然後 可是你說你愛我的時候 你要看著我 那這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意思是說 男生在講我愛你的時候 他那個 他會傳神 他會傳神 可是女生呢 為什麼要叫男生看著他呢 因為怕他說謊啊 對啊 那因為女生也要用黃斑布來檢查 男生有沒有說謊 因為男生如果說 用旁邊的視網膜來檢查 也檢查不出來 所以就等於是 黃斑布對黃斑布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 就是精神性的構造了 你說他到底有沒有說謊 我知道他有沒有說謊 可是你叫我說 他為什麼有沒有說謊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我的感覺 所以眼睛這樣子還有多 另外一個功能 對 它可以測謊 對 我們常常這樣 在職場裡面 有四個表達能力很重要 第一個叫文字表達能力 第二個叫做口語表達能力 第三個叫肢體表達能力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眼神表達能力 因為眼神會殺人的 對 所以我們想 在面試的時候 如果你不看對方的 主考案的眼睛 是一定不會過的 所以原來是我們要看著他的 用你的黃斑布 對 看著對方的黃斑布 沒錯 答對了 好 所以呢 如果這樣去面試 是不是成也黃斑布 敗也黃斑布 黃斑布很重要 等一下快快再告訴你 其實黃斑布 還有一個黃斑病變 除了字多一個有差別之後 還有哪邊有差呢 等一下告訴你 好 不過進黃之前 我們要請專家 我們觀眾朋友一起來 動一動大健康 有請我們的孝欣老師 OK 各位觀眾朋友趕快站起來 好 來 3C產品用太多 眼睛就容易疲勞 對 今天帶大家用小球 好 你可以用你的手指頭做替代 輕鬆的頭部側邊 去放鬆你的眼壓 對 這是不要太用力 不要太用力 對 保持自然的呼吸 你都可以輕輕的 讓你的呼吸拉長去放鬆 好 我們換邊 要閉眼睛嗎 也可以閉眼睛 先休息一下 先閉眼睛 對 放鬆眼壓之後 今天要教大家 很重要的兩個穴道 去達到你醒腦瞑目的效果 很重要 那第一個 今天要背對大家 你的風磁穴 你可以先摸到後腦勺 頭部突出的地方 那球 按壓這個下方 輕輕的左右滾動 好 換手 一樣保持呼吸拉長 所以第一個是我們的風磁穴 第二個是我們百會穴 就是兩個耳朵往上沿 然後鼻樑往上沿 剛好在交會處 在頭頂正中央後面 一點點的位置 你可以輕輕的用網球按壓 以前都會教大家用大拇指 這樣子往下壓 發現很多學員都太用力了 其實你就輕鬆的網球 周圍的壓力神經釋放就可以了 就不用到這麼用力 所以這次可以洗腦瞑目 大家有沒有覺得看得更清楚了 讓大家眼睛不要這麼疲勞 對 OK 兩招交給大家 你的風磁百會穴要放鬆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我們常說黑豆是植物的肉 因為它有豐富的 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質 還有非常豐富的 植物性的不飽和脂肪酸 可以提供很豐富的維生素A 還有維生素E 可以促進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 還有防止我們的身體的老化 還有血管的硬化 促進我們的這個新陳代謝 很重要的一個植物性的蛋白質來源 所以平常我們黑豆 除了把它煮成黑豆 這個打豆漿以外 其實我們可以建議大家 黑豆洗乾淨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泡水 用燜燒罐把它加熱水 把它沖這個黑豆水來喝 剩下的黑豆 我們可以把它入菜或入飯 其實也是個很方便 很好吃的一個植物性蛋白質的來源 所以建議大家 尤其是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 可以當成一個增強體力 補充好的營養素的一個 很重要的植物性蛋白質的來源 來自